热情的阳光以及散播爱与希望的种子 由台东领馆处举办了捐血赠苗的活动 日前在台东捐血站办理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参加 只要捐血一带就可以救人一命 还可以换得苗木一株 回家还可以种下希望 让环境更美好 我们今天的赠苗活动 在捐血站办理 配合捐血站车子不出去的主张 就是减能减碳 所以我们跟捐血站配合 那我们在这边同时也跟社福单位 创世基金会跟哈拿希望之家一起配合 所以请大家拿发票来换苗木 两张发票就可以换一张苗木 那购买意外品也可以换苗木 那希望大家把这个花苗拿回家种 让你香一整年 今天种的送的都是一些香花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还可以种一些树 然后保持那个环境 还干净的那些自然的部分 民众热情的响应 除了捐血外 也有拿发票换苗木的活动 看大家排队的热情 就知道台东的民众 真的是有爱心又热心 未来领馆初会继续办理相关活动 期望大家一起响应 东台宣布温格的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